Hello,大家好,我是识大老师 很多的学生在申请本科或者硕士的时候 因为语言能力不够,所以需要配语言课程 还有一些同学呢,担心自己语言能力在正式上课的时候不能适应 想要申请语言课程来适应和过渡 今天识大老师就以蒙娜什大学为例 给大家讲一讲语言课程的相关信息 蒙娜什大学的语言前进课程有三种 如下图,第一个是音语课程 还有是中间的英语衔接课程 那最后一个是入门的学术课程 三个课程有不同的学习内容和入学要求 咱们往下看 蒙娜什英语课程是最基础的英语课 那么课程上课时间是10到40周不等 雅思最低的要求是不能低于4.0分 每周五的话是开课时间 接下来英语衔接课程它分两种 有一种是文凭英语衔接课 还有一种是莫纳什大学的英语衔接课 还有一种是莫纳什大学的学位衔接课 具体系则可以咨询学那老师哦 这个课程的话 雅思要求要比英语课程要高 雅思要不低于5.0分 课程的话分为三种 时间段 10周,15周或者是20周 每周的学习时间同样也是20个小时 那最后一种是相对要求高一点的 也就是入门学术课程 入门学术课程的一个课程费用和时间 学术老师给大家列表如下 总的学习时长可以是5周的时间 总的费用学习下来是1900刀 那么这里的申请是需要有一个莫纳什大学的full offer 才能申请这个课程 学习时间每周也是20个小时 以上就是莫纳什大学英语衔接课程的所有内容 有不同的同学同样的老规矩 底下评论或者是私信学术老师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拜拜 拜拜